大家好,我是逸杰 影片開始之前,不要忘記幫我訂閱、按讚、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今天要帶來史蘭茲的介紹影片 很久之前就有做過史蘭茲的介紹 但他後來低迷了一段時間 被其他射手用實力碾壓下去 但最近版本的他非常強勢 前幾天我剛做一個1-S的史蘭茲單排企劃 總共使用1260% 81%勝率上S 有興趣的觀眾可以去FB看直播回放 首先先來講一下史蘭茲的奧義魔紋裝備 奧義的部分 石暴怒、精靈、骨朵萃、石龍爪 魔紋是犧牲之斧、祝福、聖靈召喚 搭配士靈、鬼爪 裝備的部分有分成打野的跟邊線的 打野的是打野弓、弓術鞋、聖劍、赤血弓、颶風雙刀、天叢雲之刃 邊線的話是弓術鞋、雷電擊、聖劍、赤血弓、颶風雙刀、天叢雲之刃 這是比較基礎的搭法 還是必須看陣容以及戰局去做調整 比如對方控場多,就必須把弓術鞋換成聖騎士戰靴 以防前期會戰動彈不得 史蘭茲注重弓術以及暴擊傷害 所以有關於這兩項能力值的裝備對他來說都很重要 若後期對方有刺客型爆發角 比如悟空、符卡、攀音 這種一秒就蒸發史蘭茲的英雄 可以把天叢雲之刃或者颶風雙刀改為死神鐮刀 至於是換哪一樣 可以看對手是否坦多去選擇要換掉哪一件 我個人是比較不推薦射手出涅槃之刃 因為倒下後洗身很容易還是被擊火死 不如使用死神鐮刀的免傷時間 拼一波傷害把對手打死 才更有機會活下來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我在單排計畫期間的一些實戰 講解一下戰局給大家了解 那這場的話呢 是我在單排的期間打到A2 就是鑽子2的時候 這場是走邊線 那在這個企劃期間 我其實都是打野比較多 但有時候如果被其他隊友搶走打野 我就會走邊線 那走邊線也是可以的 但很常有人問說 走邊線跟打野哪一個對史蘭茲來說比較好 我自己是覺得說如果你是單排的話 打野會比較好 因為經濟發育的比較快 那你在邊線的話 因為輔助跟隊友 沒有辦法即時來保護你 因為沒有辦法溝通嘛 你只能靠你自己 所以容易被壓制 然後導致他發育很慢 那像我這場是對上井 其實是安智對上井是不好打的 他在邊線能夠打贏的人很少 所以在對線上不能被換血太多 這個井很聰明他會一直滾射我 那我就是要盡量往後拉 然後再來是對面的輔助是瑞克 瑞克的話知道 射手是我 史蘭茲就是很容易被抓 在大家的認知 也就是很容易送頭一直死的射手 所以當然我要更小心 不能變體款機 這邊現在瑞克是消失的視野 我們盡量不要出去 看可不可以搶開這零鳥就好 搶不到就往後撤 盡量不要被井滾射 被滾射太多消耗太多的話 很容易被塔殺 大家為什麼會選這場 是因為 這場其實打起來蠻逆風的 然後 隊友有一點心態炸裂 所以我特別選這場 因為這是現在玩 蠻多玩家會遇到的情況 就是 有點逆風就會想投降 或者是吵架 那這場就可以剛好讓你們看說 那應該怎麼樣可以把他打回來 那這遊戲呢 就是有分 角色英雄的Counter 那也有分 角色前期跟後期哪一個時間 比較強勢 這個是大家都要去了解的 那你可以知道說 什麼時候可以打 什麼時候不能打 這個很重要 那像現在這樣 我們以魔龍路為主 我跟馬洛斯 史蘭茲跟馬洛斯對面是 瑞克跟井 在消耗上他們已經比較強 因為井可以滾射 然後 瑞克可以躲草蟲挑飛 因為我史蘭茲前期 攻擊能力比較低 所以如果要打消耗 我一定會輸 那這邊我一定會打龜一點 可是在我們輔助的情況下 他是馬洛斯 所以他會覺得 他走出去他誰都可以看 他沒有想過說 他的射手是比較 前期比較沒有戰鬥能力的 對那他這邊是很想要做一點事情 對這一把他都打得蠻兇的 然後 我一個人基本上都是 一個人在打槍 我不會走太遠 你看我打邊線就知道 像現在這樣畫面中 兩個人都還是消失的 我就是點一下往後拉 這邊看到 魔龍開起來了 我們視角要滑過去 然後看一下 有沒有辦法打 這邊一定要先打 我們的輸出位 看到警戰最前面就先點他 這邊隊友死光了 剩下我一個人 立馬直接交瞬移往後拉 這個完全不可以思考 你只要一思考 死蘭茲只要被一個小小的控制技 不要說控制技啦 緩速也會被留下來 所以 在交技能的上 你一定要果斷 不可以就是 想一下 到底要不要交要不要省 不行這樣 好這邊我一直往草叢丟 是因為對面是瑞克 瑞克很喜歡躲在草叢 所以我們就一直往裡面丟 那這邊 因為我看起來他們 很像想要塔殺 我就會先往後拉 在草叢先看一下 看到他們 沒有要塔殺 那馬洛斯過來了 我就可以往前稍微兇一下 這邊景呢 交了一個瞬移 算是蠻賺的 這邊就繼續吃兵線 然後隨時要注意一下瑞克 然後這邊馬洛斯直接跳出去 開大他想要直接開戰 開戰警跟瑞克 這邊我是沒有辦法打的 因為前期的傷害比較低一點 所以沒有辦法做二打二的情況 這邊他就會有點神氣 覺得 欸為什麼 我沒有打 但這邊其實是不能打的 因為就算今天他跳出去好了 他這樣跳的位置也不太好 因為他其實是原地 原地起跳 所以他跳下去的時候 他基本上已經剩大概兩三個的血 瑞克再集火他他就死了 然後使然日前期的傷害 是沒有辦法幫他 帶走瑞克 這個是一定要去知道的 就是不要想要硬打 瑞克開始有點走行 那沒有關係 這應該是蠻多玩家會遇到的情況 就是跟隊友比較搭不起來的情況下 很容易會起爭執吵架 然後開始互相罵 那這邊我們就是 都不要回應 我們就打好自己的 因為你要自己知道說 你自己的能力在哪裡 這邊看到警 往下在追瑞克丟了一個標 中了一個最遠距離 直接過去把他收掉 這就是這個景 比較 沒有注意到的細節 追太深了 射手不能追人追太深 90%都會被反打 這邊死了 這邊甲蟲 跳了過來 我們趕快撤掉 這個甲蟲其實應該是可以收掉我 但是他沒有 錯過自己的傷害 然後沒有辦法收掉 我覺得 蠻神奇的 這邊看到我們的洛里昂跟瑞克在中路非常的深 我們的位置很好 因為我現在只怕瑞克跟悟空 剛剛看到悟空在上面漏頭 瑞克也在中漏頭 那我們就可以跳出去直接把他們收掉 這就是他們的小心物 那你可以看到說 現在這麼逆風了 我還是4顆頭 然後沒有死 這邊的話 其實他這樣打是有點危險的 因為他沒有看到旁邊有沒有其他敵人 就這樣跳出去 但因為我有說過剛剛那個甲蟲 他其實 判斷能力比較沒那麼好 所以他這邊沒有收掉艾魯也是蠻奇怪 然後瑞克又出來又鬆了一波 等於說我們又打回來了 剛剛那一波我們被打回去 現在又打回來了 又是又變成我們這邊了 我莫名其妙就5顆頭沒有死過 我明明是很逆風的邊線 但是 其實我經濟現在已經是 第一了 你們隊伍中第一 這邊看到中路又想要打起來 我們沒事我們推我們的塔 因為那個位置其實沒有到很好 繼續推 我這邊看到悟空蕭有可能過來 往左邊丟一個飛矛 嗜血弓直接開起來 因為他一定要瞄我了 一定要提早開喔 這裡是一個小細節 我的血還有很多 但是我嗜血弓馬上要開 因為開完了之後 你在射 準備射下一個 補宮會有一個小小的僵子 所以在這個僵子期間 他很有可能一棒就把你敲死 所以你一定要提早開 嗜血弓 才有機會多補宮他一下 然後吸回來 不會被他黏掉 這邊呢 我就靠凱撒 因為我是想吃的 這時間一直打都是沒有意義的 我決定我自己開了 那艾琳應該也會靠過來 跟我一起吃兩個一起吃是ok的 下面呢果然又打輸了 這個都是沒有意義的會戰 我們的優勢明明已經打回來了 所以要繼續保持 不可以一直這樣送回去 還可以看到我們隊友持續在爆氣 我完全都不理他們 很多觀眾常常會說 剛剛遇到好慢的隊友 不知道怎麼辦 那我每次都已經回 不知道回幾百次 只要你自己能夠開瑞 你在遇到再爛的隊友都一樣 都是能贏的 就是不要想要依靠別人 這邊我標到了幾 剛好中一個最遠的 然後直接把他射死 交了一個順利切了一下方向 怕洛里昂丟球 然後把洛里昂也收掉 雖然旁邊有悟空 但我一個人換了兩個 算是蠻賺的 現在看到畫面中 我們現在山路兵線非常非常的差 所以我們不太能 太出去看視野 因為對面很多刺客 至少三個 我怕的 那我就是先清兵線 然後等一下踩個燈 這個燈一定要踩 因為有瑞克有甲蟲 這種刺客 先踩燈再踩出去 這是最基本的 可以看到燈亮了之後瑞克站在裡面 這燈就是這麼的重要 隊友又打得起來非常的適血 這邊丟了一個飛毛 看一下怎麼辦法救到 好沒事雙方都拉掉了 硬線要輕啊 現在這種畫面很容易被 直接偷拆糖喔 就很騙 這邊隊友直接先開了 我剛去回血現在出來 再幫忙平A一下 位置要小心 不要被控到 被控到很容易就被帶走 對面有點痛 所以 隊友已經死了三個 如果沒有殘血 那我就不能再被耗醒了 一定要 把狀態然後在外面收卡 那其實來到16分的時間點 兩邊的狀態其實是差不多 在裝備上 已經沒有什麼 順風逆風的了 現在只有差別在於 視野 視野群在誰那一邊 現在兵線其實都偏我們家一點點 所以視野群在他們那一邊 但現在雙龍都還沒有出現 就是看誰先提早出去卡點 這個位置很重要 然後馬路是已經蹲好 但他位置有一點點的深 在他的前面已經有刺客蹲著了 這個情況下我們是過不去的 除非他們能夠清楚的看到對手在哪一個位置 才有辦法做一個包夾擊破 但因為現在看不到 我會希望大家可以回來 他們繼續這樣推 會讓我們家的後排比較危險一點 要慢慢往後拉 因為這高利可能守不住了 他們很多刺客 這邊我只要假如要跳了 往後拉 我也跟著跳 我開了他的柴 這邊直接把他死了 直接把雅重收掉 瑞克一定還批悟空也進來了 每個人都想要收我 只要我不死 遊戲都還不會結束 這邊呢我們帶著雙龍 準備要來做他們的高地塔 現在的局勢又變回來我們這邊了 OK那就是我說的 一定要帶雙線 雙線才有辦法壓高地 這是非常基本的事情 這邊他們的刺客非常的躁進 我們先把他收掉 推理大卡 首先先死掉了 然後蘿莉安還在推上塔 不管他 一個法師沒有辦法推多快 我們繼續推 給他壓力 我們看到愛里 愛里在Record了 就可以不用回去 繼續推了 愛里一定守得出的 風繼續給壓力 開啟視節光往前胸 我還有黑暗之刺 所以不用太怕 還有死神鐮刀 OK還是得死 全部人集火在我身上了 剩下交給隊友 這一局就是這樣子的逆風反打 那 這把應該可以很清楚的看得到 就算前期再怎麼逆風 還是有機會可以反打 只要你有心的話 所以希望 看完影片的觀眾 以後又要逆風場 你們也可以靜下心來想一下 該怎麼打 如果你打完了 還遇到了 還是不知道要怎麼打 可以的話也可以傳影片給我看 我可以幫你稍微看一下 那感謝你們收看我的影片 不要忘記幫我訂閱按讚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希望要再看到我有錄什麼其他影片 可以在下方留言 我們下次見 掰掰 1